好了,那么大家考完包了 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就要考一些配置文件 因为HarmNet也是个框架 我给大家讲过 框架都是这样 它一定有一个核心的这种控制器 那么其他的就像框架就是一个骨架 就是整个一个项目的一个基石 它算一个半成品 那么你要是把其他的这个功能呢 给它复加进来的时候 就是通过配置 并有相应的配置文件 给这个核心的控制器呢 到时检索这个配置文件 它有什么样的东西加进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它也有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是什么呢 咱们也搜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呢 叫HarmNet.cfg.xml 咱们搜一下 那就是xml文件 叫做HarmNet. 咱们随便考一个吧 这有一个 HarmNet.cfg.xml 咱们把这个考过来 这种配置文件 就是你直接写 里面这写还可以 就是说里面DTD不好写 它上面头里面有个DTD 这么一个声明 这个东西不好写 所以我们还是 这个上面 它那个声明都去省了 现在 就是这么个东西 这个里面 这个三十工厂里面 大家注意不要起名字 这个地方名字有点取掉 这里面应该配什么东西呢 咱们可以找到一个配置库 到这个配置库里来参考 HarmNet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配置文件 就是以前不是用这个HarmNet.cfg.xml 这个配置 以前用的是HarmNet.properties 就是HarmNet.2.x之前 包括2.x HarmNet.properties 这都是 咱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HarmNet的配置库 就是你看 有各种各样数据库连接的这种配置 有这个什么 这种库 这个数据员的这个配置 有这么一些属性 MyCircle这个配置 等等吧 在后边有很多 我们把MyCircle这个配置呢 可以考过来 你比如说这里边有个什么呢 MyCircle 在这呢 就是MyCircle这个方言 有这个HarmNet Dialect 有这个属性 或者下边啊 HarmNet.delete 这个是方言 看这个 收Circle都有了 咱们可以再加几个属性 就是加一个方言 方言是什么呢 实际上方言啊 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HarmNet是根据实体对象 还有你要执行的操作 自动生成这个Circle语句 这个因为Gavin King这个家伙 原来就是一点Circle都不会 所以他给这些 成全考虑的比较争确 啊 争确就是他 他想的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他说万一这成全跟我一样 一点不会的 这个数据库啊 一点不会怎么办 实际上像他这种人很少 他他也不知道啊 他认为呢 就是你看像像他这样的 应该多多照顾啊 所以呢 他这里边是这样子 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生成的Circle 都是由一个专用的一个叫叫方言类自动生成 那因为数据库呢 呃 大体Circle都是一样的 就标准Circle 大体都一样 就Circle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小有差别啊 不同的数据库呢 这个Circle语句啊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啊 所以呢 他专门指定了一些方言类来生成不同数据库的这个Circle语句啊 呃 咱们这个MyCircle呢 就是这个 MyCircleDialect 底下也一样啊 在底下这几个都可以 看到了吧 底下这几个都可以 这这几个 他用了三个方言 这这都可以 这三个都可以生成MyCircle这个 就是他这个Circle语句啊 好了 这是个方言 另外呢 这底下呢 这个我看啊 这个映射 呃 Catch以后再说 Catch呢 是缓存 这个以后再说 这个RG缓存啊 这还有一个映射 我们先留着吧 一会说不定还有用啊 这个映射 这个映射呢 现在或者 先留一下吧 先留一下吧 这个呢 收Sirc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操作这个实体对象 就我们添加 不是执行insert语句啊 不是不是说 写这个insert查询 而是呢 哎 调用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个引擎的这个方法 还有个核心的控制器嘛 这个控制器调用 它这个add方法 或者sing方法 去保存一个实体对象 然后自动生成这个Sircle语句 呃 这个框架是高度的把这个 就是Sircle给封装 但是呢 我们做开发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很希望看看到底 你执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执行了什么样的一个Sircle语句 呃 配这个Sircle 属性 等于true 那么你就能够看到控制台底下 针对你这个操作生成的这个Sircle语句了 啊 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还有什么呢 呃 咱们配置里边最起码要配什么 就是数据库的连接 你数据库连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需要哪些东西 要配置数据库连接都需要什么 啊 数据库连接需要什么 让我们看看吧 啊 数据连接需要什么 Jero class 吗 对吧 Jero class 我刚才还忘考了一个包呢 啊 我刚才还忘考了一个包 啊 Harmnet Jero class 然后把后边这个驱动类啊 来考过来 就这个 这个要考过来啊 还有什么驱动类 除了驱动类之外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UIL UseName Password的是吧 哎 这些是咱们连接 连接数据库啊 必选的一些东西了 啊 像这个UIL UIL呢 这有这GPC MySQL Local Host 然后3306 啊 这有一个什么呢 咱们这样子吧 起一个数据库名字啊 叫做Harmnet 前面给大家说过 你后边加 呃 因为数据库里有可能没这个数据库 对吧 咱们数据库里面 可能没这个库啊 咱们可以加这个叫create get this if not exists 等于true 啊 你加上这个属性啊 就后边加这么一个参数 呃 连接这个数据库 如果没有这个Harmnet这个库的话 它会自动给我们创建出来啊 就把这个加一下 还有什么呢 UseName 对吧 UseName Password 这也不用多说了 咱们这个MySQL呢 我这个是ROT 呃 Password呢 也是一样 ROT啊 PASSWORD啊 就把数据库连接的信息呢 你要放到这里头 好 看 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对吧 就这么一些东西 就这些就可以了 就这些东西就可以 就可以连接这个数据库了 这个配置呢 就配置好了 然后呢 这个事情 我看这个配置 我就想起来 还有一个包刚才忘考了 是吧 就是你要连接数据库 是不是要数据库的驱动啊 对吧 哎 所以呢 把这个包呢 给考过来 是吧 就这个 这是MySQL这个驱动 呃 还有个事情 就是这些库啊 这些库呢 这些包都放到这个LIP目楼底下了 但是呢 咱们的项目 这是我们也用的那些库 营物库里边没有下边这些包 这些包只是考过来了啊 项目并找 并不能找到这些包里边 这个这些类啊 所以你把这些包啊 配置到环境边上里 呃 咱们这个都拿手好戏了啊 Beat Pass 把刚才这个包啊 给它加进来 找到 咱们这个空间啊 找到这个叫 HarmorNet Workspace啊 这个 找到这个LIP这个木屋啊 把这些全部加进来 好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就搭好了 看到了吧 整个这个项目啊 就这样就搭好了 啊 好 大家把这个搭一下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来测试啊 做第一个这个测试 就这样就搭好了 就搭好了 对了 这个就是 谢谢观看